在接下来我想要介绍这个新功能 新功能 关键影响因素 关键影响因素 那请问一下 我现在是不是想要研究分析 分析什么呢 利润 好 所以我在空白地方点一下 然后点关键影响因素 关键影响因素里面 我要分析什么 我要分析利润 我要分析利润哦 利润 他这边他主要研究的是什么 有什么样的因素 去影响利润的增加 有什么因素 影响利润的减少 这样可以理解我现在说的这件事吗 好 那请问一下你觉得利润跟什么最有关系 销售的销售额 销售额 我就把销售额勾选 它会放在这个地方 说明依据 那你觉不觉得可能跟数量也会有关系 因为假设同时来买四样产品跟只买一样产品 利润会不会有差别 对不对 我们在讨论是这件事 还有 还有 例如说产品的类别 还有我们有很多程式 反正就是你可以一直勾 你可以一直勾 例如说我们的那个产品名称 或者是或者是那个类别 好了 其实我加那么多项 你可能反正你想分析什么都可以放进来 好 我们现在来看看到了什么 这边这边就是关键影响因素 我们是不是放了很多项 放了很多项 它自动自动算出来 跟利润最有关系的是销售额 如果超过1521的时候 它的利润最多 有听懂这件事情吗 第二名是 子类别为书价 子类别为书价 它的利润高达405 可以吗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这边行为模式 书价 书价是不是在这边 它的利润是不是最高 刚这边我们只能看到 各年的一个表现情形 但是它这边 它就会告诉我说 子类别如果是书价的话 它可以获利是405 那这边 如果销售额超过1521 超过1521 它会得到利润高达560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形成什么策略 我就要想办法把书价卖超过1521 对不对 对 有听懂吗 就是我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很多因素 你看嘛 我们去做那个 筛检 筛检 预防保健里面的 那个成人健康检查好了 我们是不是会检查很多很多项 对不对 那我们最终可能就是检查出来它的一个 例如说健康或不健康 假设我们有一个一个评定的结果 就是说 例如说三项同志 五项同志 好来去做健康不健康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什么相关的检验检查词都搬进来 来去做分析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那例如说PM2.5 超过60 好 那我们是不是有很多气体 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这些分别拉进来去看 它的一个关键影响因素 有看得懂这件事情吗 我等一下再细部讲一下 做法很简单 做法只是你把 你把 你要 你觉得老板想分析的当中是利润 对不对 他就想要知道就是说 这个利润我们在这个地方形成什么策略 形成了一个超过1521的时候 它的利润会最大化 什么东西呢 例如说纸类别 输价 那这边还不及它 这代表说什么 书价 书价的销售额没有达到这么高1521 所以就要想办法提高 提高 例如说我们可以鼓励他买四张 不是 例如说买两张 然后 送7-11一百块 折价券 听懂我的意思吗 就想办法让他从买一张变成买两张 好 这就是一个策略的行程了 好 这就是因为我们今天透过资料分析算出来 那你只是勾选几个放 勾选第一个我要分析的是利润 然后呢 剩下全部都放在什么地方 说明一句 换你动手做了 然后可是你要看懂 到底你在做什么关键影响因素 您看一下 在这个关键影响因素里面 我们来去看 我们要看的是利润 利润 影响到底是什么特征 这些叫特征 这些叫特征 到底是什么特征影响到利润增加 所以在这边我们是不是把 我刚刚勾选这几项放在说明一句 所以他就会分别算出来 好 那请问一下 当你点一下他 点一下他 这张图在说明这个560.6 当你点一下他 这张图在说明这个405.9 可以吗 那所以相对的 你是不是应该要了解这一张图 这一张图是什么意思呢 他就把那个利润 他把利润 他把它拆分为几个主间 请问一下 这个利润是不是平均的利润 这个利润是不是最高 对不对 这个利润最高 应该大家都看得懂 多高 多高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有一个大概600 超过600 有看到吗 利润的平均 这边写一个600 对吧 其实他是560.6 我不知道他这边是怎么画 但是这边有看到吗 他的意思就是 他把所有的销售额区分为 例如说442以下的 442到533 这个区间 请问统计是不是有一个画计 就是你要去做那个 这一组有多少的技术统计 这一组有多少技术统计 这一组有多少技术统计 就在做这件事 然后他这边说 846到1521 大概有150左右 有看到 150 这边因为都大于差不多200 这边都大于200 所以这个就不会列在这边了 这样有没有问题 那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超过1521.94 这蓝色有看到吗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他就直接呈现 呈现这样子的内容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 他是不是只呈现这一项 这一项 子类别是书架 因为这边是不是有子类别有很多 那你会说 那这一个 这一个呈现 为什么不呈现 子类别 他放了最大的这一个 最大的这一个 放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这边可能还有一件事情 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因为他是算 这个数值算的是全部总体的平均 他已经被他拉下来了 这个数值 这个数值应该会下降一些 下降一些 因为他平均分配到这里面了 整个值会往下调整 所以这点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点 有看到吗 超过五就是 这个意思是什么 买五项产品以上的 他的利润会比较大 在这里 买一项的 买一到二项的 二到三项 就是买三项的 买五项的 超过五个 好 你看完增加之后 来看看减少 减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纸类别要是桌子的话 会影响到利润下降 有看到吗 在这里 利润的下降 我觉得好像还没有画完 好 -780 有看到吗 在这边 好 你看这件事情有看 当纸类别为桌子的时候 利润通常更可能会减少 而不是其他的情形 就是说 假如说 假如说今天你要去看这个 纸类别是桌子的时候呢 他一定是利润减少 这句话只是要描述这件事情 利润减少 桌子 只要你看到桌子 只要你看到桌子 就是他会利润减少 那城市 如果你只要去看 沈阳 他也是利润是下降的 沈阳 这里 沈阳 然后当城市是成都的时候 在这里 可以吗 我只是告诉你就是说 当这些来去做分析的时候 他就会告诉你 哪些是增加 影响利润增加 哪些是影响利润减少 好 可以吗 好 那你们再去看一下 影响利润增加 影响利润减少 那关键影响因素就暂时介绍到这边 接下来介绍地图 地理分析 那我们接下来 我想要跟各位分享地理分析 您看一下 在地理分析里面 地理分析里面 这里 这里有第一个地图 第二个 区域分布图 下面还有一个叫做 RGIS地图 可以吗 好 那我们就来看地图 点选地图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一个叫做位置 位置 当然你要放一个对等的 例如说 城市 只要是城市 是不是都会在地图上面 但是很有可能会有一件事 就是说 例如说叫做什么 台中市 台中市不是有一个北区 对不对 可是 基隆市有北区 台南市有北区 所以那个北区到底在哪里 甚至日本有没有一个地名叫北区 有可能 好 这边虽然都是大陆的城市 建议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应该是要把例如说是那个县加行政区结合在一起来去画会比较精准 好 我们点选城市 有看到吗 大部分都在这里 因为这是大陆的资料 大陆的资料 然后接下来这边有看到吗 有些大陆的城市民其实跟日本的城市民是重叠的 好 那接下来放大 请问一下 这是位置 那通常 通常我们是不是可以把销售额放到 例如说大小 大小 来再放大一点 我们这边乍看之下 是不是会看到 这个圆圈圈是不是很大 这个圆圈圈叫上海 这边有很大的圆圈圈 天津 北京 这样大家了解 中部地区有西安 这边有一个叫做武汉 重庆 这里有两个大的 深圳 这是深圳 那这个呢 广州 可以吗 好 我只是先告诉你 这就是地理分析 地理分析 等一下我再教其他的事情 来请你们做地理分析 不想各位可不可以理解一件事情 我们这边是有地区别的 我们这边是有地区别的 地区别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把图例好好的运用一下 因为这全部都黏在一起 大小 大小有没有可能要去调整 好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现在先来观看一下 这个图例 我们把地区搬到图例里面 它就用几个不同的颜色分别来去呈现 那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名 它原本所指的 这个 同川 同川 西南地区 应该是在这边 但是刚好日本 北海 这应该是 北海道那个地方 也有一个地名叫同川 这是同名的意思 好 那 这边 这是什么意思 大同 它分别在可能华东地区有 然后呢 在另外一个地方也有 黄色 黄色是在就是华东地区 可以吗 就是大同 这是地名的重复 地名的重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现在还有一个在华东地区的这个名称 跑到这边来 好 所以我只是要告诉你 你可以从 地区把它搬到图里 然后来去 观看到 观看到这个资料 资料的一个分布情形 好 这个是用色彩来去做区分 那 如果你要更精确 你可以针对把每一个地 城市 它的纬度 精度 呈现在这个地方 好 那其实其实在进阶就会教你如何自动把例如说里长家里长家这个地址的精度纬度标出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好 那看你们是那个有没有机会学到这一段 因为自动 自动找这个地址的精度跟纬度或这个城市的精度纬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而且要批次找不可以一笔一笔找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我看还有一件事情 你看一下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发现就是说假设我今天我把 我现在假设是这个样子 我已经放大 放大 然后接下来我去点关键影响因素 然后再点回来地理分析 你看他是不是又缩小了 可以理解我现在的 遇到的问题 就是我想要把这个地图固定就是这么大 好 不要再随着我去点别张工作表 然后再点回来 他就又调整了大小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做到这件事情 就是固定他的显示比例 在格式 格式里面有一个叫做地图控制项 自动缩放把它关闭 好 关键影响因素 然后再点回去地理分析 他就不会再变 只是只是把那个 你画好这张图 假设你只是要呈现 就是各地方的销售额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做这件事 可以吗 好 那就请你们来练习一下 把它固定锁起来 就是那个呈现的比例 接下来我想增加一张新的视觉化报告 然后画主要成分分析 什么叫主要成分分析呢 主要成分分析我们可以用这个百分之百堆叠直条图 例如说我们是不是有三项类别 三项类别 好有什么家具啊 器具啊 好 那我们这里面是不是会有子类别 子类别 然后它的销售额 就是我们的轴 我们的轴有家具啊 技术啊 办公用品 这三个类别 没问题哦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这个家具里面是不是有 一 椅子 二 桌子 三 书架 四 销售额 对不对 好 那请问一下哦 请问一下 这张图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件事情 我们三大类别 三大类别里面 这两个 这两个是不是占了三分之二以上 这就是主成分 然后 技术类别有看到吗 也是有这种现象 分别是影音机跟电话占多数 可以了解分析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吗 决定来说胖子 胖的人 他的肠道菌 里面的那个菌像 主要的菌 是哪一个建门肛木科属种 听得懂我在说什么意思哦 然后 瘦的人 他里面的菌像 又是属于哪一个主要的分部 这样了解吗 当然 我不知道你需不需要用到这件事 只是他有提供这项功能 好 所以你应该这样子会比较清楚的了解 什么叫做主要成分分析 主要成分分析 想想看看能不能 能不能这样子了解 我想应该不是很困难了 就是这两个数值加起来 他是超过66% 这两个加起来有没有超过 有 这两个加起来也有超过66%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就变成就是说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各类别 他其实都有两项重要的那个主产品 好 请你们来去 来去做主要成分分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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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